《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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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地方 比如這些道場 或者很多人 修行的道場 它其實最終 就是裡面 它追求的是一堵心靈的歸宿 我們每個人都在渴求心靈的歸宿 其實 不是說我們接了婚 有了家 我們心就有了歸宿 它只是暫時的移植在你喜歡的人 或者喜歡的事上 你的心靈是沒有歸宿的 沒有最終的歸宿感 就不安 那些僑戒一遍 假如我們的丈夫其實離婚了死了 或者是孩子出問題了 你那個移植的那個點一遍 你就開始慌亂了 你只是一個移植 並不是一個最終的歸宿 應該是說我們應該都會 還是有去玩的 你的人其實所有的雜念 所有的慾望 有無止境 只是你在尋找心靈的歸宿 你的心要有歸宿 最終 所有的一切 你的孤獨 所有的慾望 所有欲望的永無止境 你在尋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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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找不到那個歸宿點 我們兩個的這個歸宿點 你應該自我搜一下 你只是生活上找到歸宿 人歷宿有一個移植點 人歷宿 人歷宿 歸宿在愛情 或者是家庭 孩子 他移植了一些東西 讓心安下來了 其實他知道 那不是他最終的歸宿 時間久了他會不安的 因為心靈知道 雖然你不知道 你的心知道 所以你的心會變 變就因為他知道那個地方 他已經移植不了 前兩天跟翔哥 我們有一天還說 就是以後退休的時候 大家想過一種什麼樣的生活 我們兩個還是有機會 就是在那個新西蘭那種地方 就是有一點點自己的土地 然後放上牛啊 就這種過一過 他主流時候 但是這種時候 跟西林的歸宿一相比的話 其實你還是沒有找到 還是沒有找到 還是沒有找到歸宿 所以你要找到真理 這個只是一個過程 那麼找到真理 所以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安心 對 還有一個 有曬有水 風景美妙的地方 更好 更好 我只是對我自己說 我覺得我挺好的 你不是很固執其實 就是你不是 你不會很固執只是 你還經歷往生 你還年輕 只是你還年輕 他經歷有時 生命活力很很旺盛的事 我還是想 您說的對 我就是還是想去找到 真正內心 心靈深處想要去的地方 這塊我還是沒有找到 對吧 我剛才學先也說了 我們前幾天都去探討說 我們有退休了 搞一塊農場 然後我們放放牛 自己眾所定義 回歸到田園生活 這其實並不是 我們內心心靈想去 歸集到的地方 對 這種生活是我們 目前最缺的一種 放鬆的方式 對 因為你們太 紅塵拱拱 太雜亂了 你喜歡回歸田園 清靜了 還脫俗的一種 事外 其實因為缺什麼 才會想什麼 對對對 但是那些只是 時間久了你就又想起這邊 其實那只是 就像散亂跟清靜兩個相而已 都是幻想的 內心真正的做到的清靜 在哪裡都是清靜的 對 心安嘛 安心 絕 現在從絕開始 絕而不動 他們就從絕而不動開始 絕不動 因為你現在一絕就動 被靜轉了 一絕就動 一絕就動 所以現在 真是這種狀態 我現在就是一絕就動 嗯 經常他們 執行力 執行力 就是一絕就動 執行力 沒關係 這個也是就是說 你關注一下 就是說你去做事業的同時 關注一下自己的身心健康就行 嗯 能夠同時做更好 會不會影響衝突 就這樣 只要講一下修行 就是本質的絕力 解通 即便帶到事業上來 你的身體其實也沒有 挺好 更能提升你自己的健康 嗯 因人而異吧 有很多人是專門修行的 專心的 還會放棄紅塵的人 是專心的 他不願意修行 因為他覺得生命太短暫了 我用最好的這段時間來修行 醫師做行怎麼解決了 嗯 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 嗯 如果降到最低 他的難以維持呢 那就去工作了再賺錢了 這叫不得已 嗯 是 有時候他們也會有人 去幫助到他 去支助他們休息 我們以前就是要 半年上班半年休息 我聽說過 就是說旅遊的這種人 是有這種的 嗯 旅遊半年 工作半年 嗯 他可以做到 因為這就像我們的 內心規矩是一個道理 但是在修行上面 什麼都可以做到 只要你選擇 沒有那麼難 對 什麼都可以做到 有時候做其他試驗的也可以 只要你選擇 你去選 只剩你生命裡面 你選擇了 接受 接受你 然後自己創造 一種生活方式就夠了 嗯 但是呢就是說 不是說選擇 修行自己內心會鬱悶 而是覺得他覺得應該 男人要有 事業 事業 家人就是灌輸到這種思想 所以說 改變那些東西太容易了 尤其你們現在 生命裡這麼旺盛 應該有魄力改變這些 其實最難的是 你的家庭需要 就是說 你 你要修行 你要去修行 但是你真的是 你有老人要養 你有孩子要 要上學 你家裡所有的親戚朋友 需要你去工作 這個是最難 其實犧牲自己 說吃的差一點 穿的差一點 對 自己苦一點 很多人都沒關係 很多人放不下的是身邊的親人 對 就是他覺得 我可以很苦 但是孩子苦不行 對 可能老人苦了 他就覺得受不了 而父母苦了受不了 就是其實是 年輕人最難放的 不是自己是身邊的親人 對 但是佛學裡邊 有一個叫大孝嘛 就是說他跟儒家 儒家是父母在不遠有嗎 我要私情啊 就是有孝心嘛 我就啊 但是佛學是說 當你的 你不能真正的 就算你把自己不失的碎片給親人 你也真正幫助不到他 你最多能給他們物質上提供幫助 但是在精神上 他們幸福不幸福 還要改變自己的認知和覺受的 你就說 他是把你給你的父母 到老年成了意外父母 他也不一定幸福和快樂 你真正的幫助 是讓他們從輪迴中解脫 真正的最終的孝跟救度 是讓他們從輪迴中解脫 而不再在人道不斷的 就是無奈的生老兵士下去 無奈的生老兵士 他只要做人他就有苦有樂 所以最終的大孝佛學的就是 你把他們從輪迴中救拔出來 然後讓他們解脫六道輪迴 就是大孝 但這個大孝要完成 是首先你要成道的 這是佛學的孝道 就是說你的孩子 你一輩子希望他很快樂很幸福 但你知道你給他掙了多少錢 他也不一定走得很平 他跟你一模一樣可能 他會複製父母的東西 他跟你可能走得一模一樣 只是在某一個事業上 不斷地去追求追求 是不是 但是你希望的幸福和快樂 他一生可能有的時候 他很坎坷 但是你能幫到他什麼呢 如果你成道了 你有智慧給予他的更多 智慧給予的更多 就是說你成道了 是你有智慧的 金錢有時候不能帶給他什麼 但智慧可以 有時候智慧跟金錢是有衝突 因為有時候必須放下金錢 才能獲取智慧 如果你智慧 金錢也想抓 把這個世界名利其餘什麼都想抓 你還有獲得佛陀的智慧 可能性不大 因為你的 這個不是說不能同時來 是因為你的時間跟精力有限 你看這方面消耗的大部分精力 時間的時候 這方面可能就很難兩全 很難 就是沒有時間精力去做了 因為我們也就一百歲 除了吃喝 拿著睡 剩下的時間 休息的時間很短了 你短時間裡能把自己的欲望 給吸氣校正 然後確立一個正式 讓自己去開悟決心 是比較難的 你只能被自己的欲望吸氣 切著走 切著鼻子走 這還是我們如果很健康 正常的走到了老年 我們可以去選擇一個 就像你們倆說的四外桃園去居住 如果走不到 誰都不知道 你四十歲五十歲有什麼 會得什麼病 四十五歲我們會活得很健康嗎 其實我們有錢 我們可能都不會到那個地方去享受 其實這些道理是每個人都懂的 根本不需要說 但是我們每個人都覺得 那跟我自己無關 跟我們是無關的 那是別人的事情 是遙遠的事情 都覺得我是幸運的 我是最僥倖的 我沒有事情 每個人都認為 這些事情不會發生在我上 我一定會送走自己 我一定會活到一百歲 或者九十歲 甚至一百二十歲 然後很健康 就這樣 我們只是一直這樣認為 你的心裡面甚至不需要拿起來 不需要放下 它只是一個人 你也不要覺得它是負擔 是你的有負擔 就是說你正常的 該做什麼做 都是你應該做的 只是心上不掛就行 不要太在意 就是說你盡心盡力 可以OK 不要求圓滿 可以的完美 或者你也不要以為自己 可以幫到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情 有些事你是超越你的極限 對 比較真正地在 比較真正地在 道上能幫助別人 然後一定要自己先通了這一關 才能幫到別人 所以佛學才有叫度有情眾生 所有的眾生都被困在情裡 包括它 其實說都是情在困 其實 有時候到最後物質物欲的方面 反而更容易放下 就是情一方 對 對 對 報告就是我們三個朋友之間 就是 大家都是同一種性格 對很多東西看得可以很淡的 嗯 就是我可以也沒錢 但是不能沒有家人那種 那種的失落感如果沒有的話 那種痛苦就是 比你破產 這種 破產其實不是說最重要的 嗯 嗯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世界 輕生無常 你最終的覺醒覺悟以後 是不被任何東西所控 你的心 才叫自在 自在 被任何東西控制 就是是 婦女之情 或者是 家人的那種情 都是 凡夫的膽子 不是說讓你 你變得無情無義 是你不被他所控 現在如果我們的身邊 假如家人有一個 走了 或者什麼 我們會承受不起的 哎 或者很多人說失戀了 或者什麼樣 都不覺得很痛苦 這就叫不自在 嗯 會生起很強烈的那種 絕受 很痛苦的絕受 這就是我們凡夫的不自在 嗯 嗯 真有的時刻要牢記 就是說 從佛學角度來講 佛主有心中流嘛 就是心中流 心中流要有這種善心 可能我對佛學這塊領域 不會很高 但是我們平時做事啊 大家都是有善心 我們不會去害人 嗯 我們可能幫不到別人什麼 這只是君子之心 對對對 就是不是 對這塊 畢竟沒有領悟到那麼深 對 皮毛都打不到 嗯 所以說我們只能形成自己 自身這塊條件好 嗯 讓佛主能感覺到 那種是向善的 對 就是基礎吧 對 就是基礎 學任何讀學的基礎 最起碼我們有個政治善良的心 對對對 這個基礎是要再學其他的 嗯 嗯 交流里邊 語言里邊 加入了佛學的一些界點 但是 可能 也是一個嘗試吧 有的也可能沒太說清楚 就是這樣的 你可以瀏覽一下 但是佛學的東西有時候其實是 說得不夠通俗 其實也不是很高深 慢慢的 但是它 有些東西 是永遠我們聽不懂的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 有些東西是沒辦法說出來的 倒是沒辦法用言語來表達 但是 你心裏邊可以領悟 通過一個狀態 進入那個狀態來領悟就行 只要堅實修我想沒問題 正確的 始終你要知道 正確的界地 分長者 因為到最後你就是個認知 什麼也沒有 就是說你啊 你的宇宙制度的存在 就是個知界 認知 你是無我的 嗯 現在很清醒的在殺 這些這種迷惘狀態之前 都碰到養老室 你可以接觸一下 對 如果是你喜歡 可以過這個 學習就可以 嗯 今天真的很感恩 是分享了這麼多 給我們 那沒關係 有緣 聊聊天 嗯 只是不同的生活體驗而已 嗯 這一份體驗 是我們可能過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自己可能去尋找 去物都找不到的一個點 除了月夜的話 也沒有那麼難 只是你們沒有選擇這個方向而已 對 在這方面付出太多了 在某一方面你說了 你要付出九首 引導也很重要 對 在這一塊沒有人引導我 是很重要 否則走不下去 我們總是在考慮著去改變別人 引導別人 今天到這裡受引導了 大家就是不想聽聽嘛 也談得上 嗯 所以我剛才就說 我自己有的時候 他顧著嘛 總是去改變別人 引導別人 有的是對的一個 嗯 我是不想說 有的 是 有的 是 其中的 有的人 會 有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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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